中方将继续全力向一方提供疫苗 助力一方彻底战胜疫情 同时中方坚决反对 对伊朗的非法单边制裁 反对借人权等议题 进行政治操弄 反对粗暴干涉伊朗等地区国家的内政 中方将坚定支持全面协议 恢复履约谈判进程 继续建设性参与后续谈判 希望各方克服困难相向而行 坚持推进政治外交解决进程 阿博多罗拉西亚高度评价一中两国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 并签署全面合作计划 感谢中方为伊方抗疫提供有力支持 他表示伊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高度赞赏 并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坚定致力于推进一中合作 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 共同反对霸凌行径和单边制裁 英方一些人和势力出于政治私利 屈服某国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打压中方特定企业 却让本国民众承担无缘 5G高科技的苦果 这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我们希望德国的有关做法 能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不是到本地区来博取眼球 中方十方关注 汤家火山爆发引发的灾情 对灾害造成严重损失 向汤家政府和人民 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 中国红十四会已经决定 向汤方提供十万美元 紧急人道主义县会援助 中方将根据灾情和汤方需要 进一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相信 汤家政府和人民 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 重建美好家园 受疫情影响 中朝铁路货运暂停了一段时间 经过双方友好协商 丹东至新益州铁路口岸货运 已经重启 双方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基础上 做好这项工作 助力中朝正常贸易往来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以及近期朝鲜半岛形势各方面动向 半岛形势走到今天 事出有因 我们呼吁有关方面 着眼半岛和平稳定大局 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 共同致力于推进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 我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倡导平衡公正对待 相关国家的安全关切和安全倡议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促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在中国呢 也出现了零星个别的疫情 比方天津 天津已经采取了全面有效的措施 我们专家已经做出评估 相信天津的疫情很快 就能得到控制 大家也肯定关注到 北京海淀区也出现了 一粒奥密克戎的阳性 经过到目前的调查 和全面的筛查 我所掌握的情况 目前还仍是一粒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这一粒的奥密克戎 只有一粒 但确实 这个就是事实 我完全相信 有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实施的全面有效的 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本次奥运会 在防疫方面 是完全让大家可以放心的 在英国问题 阿富汗中央的 多数国际预计问题上